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把墨水和容器拿下来 然后把墨路打开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轴的话往这个上一卡 然后的话往这个上一挂 然后的话这样一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M6 我们现在把它拆开 这个东西是可以选过去的 它有两个卡子 那个塑料块的话 上下要打开的时候往上一掰 如果要是卡住的话往下一卡就行了 这个就是它的M6 这样往上一弄的话 这两个东西卡在这了 它是这个四个螺丝一松 然后的话就可以拿开 然后这里有个线 线一扒插就行了 看一下四个螺丝打开之后 它这里有个折个叶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M6 这是我这个M6比较脏 这是M6的芯片 M6到7的话 可以换下芯片 如果要是 它这里面的话是 有一个过滤器 然后有两个磅 如果磅坏了 可以把它给拆开之后的话 换下磅 过滤器也是可以更换的 一点专业一点的工程师才能操作 看这个 这个是M6 然后的话 这块是 这种墨水的传输棒 这个 这是添加剂的传输棒 就是缓冲枪嘛 它陌路的墨水是存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这上面这个 是有墨水 这个是融 融剂的 添加 添加块 这个是墨水的添加块 它来对应的 然后这是一个 阀